大家好,我叫林一芬 从小是个内向和文静的人 没有自信心,很少主动与人间处和交谈 家里拜很多神 但是我常花恶目,活在恐惧中 两千年在工作的地方认识一位基督徒同事 他常跟我提起耶稣 因为他常常问我,要不要信耶稣 造成我开始,愿烦必拒绝他 我觉得信耶稣和家里的信仰有冲突的 所以很难接受 然而他还是很有耐心 不放弃每天都来问候和关心我 他还告诉我,遇到任何事情可以祷告 告诉耶稣,他会帮助我 我好奇,我就是看跟耶稣对话 看看他是不是真听到我的祷告 有一次刚好假期 我这位基督徒同事不可能在假期来加班 每次假期他都会休息的 我就跟耶稣说 如果今天他出现的话,我就信你 没想到两个小时后,他真的出现 耶稣他真听到我心里的话 从那天开始,我决定相信这位厉害的耶稣 把他当成我的神 生命的救助 2003年,我的背部的皮肤开始脱皮和溃难 医生以为我得了牛皮线 开了药 原本以为好了,整治到又在复发 医生换了更巧的药给我 还提醒我,如果一个星期后,情况没有好转的话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患上红斑蓝参症 一种慢性免疫系统发炎的疾病 会影响皮肤、关节、肾、心、肺、神机系统 和身体上其他器官 在那时候,我真的好伤心 祷告求耶稣医治我 我真的很希望,一个星期后 一切恢复正常 结果,一个星期后 病况还是复发了 检验报告,查不出病发原因 医生当凭我的皮肤状况 几乎可以确定 是红斑蓝参症 但是病况还未进到血液 所以要趁早处理 免得破坏我的肝脏 医生告知我一般上患上这种病的话 两年后就要患肾 而且保险是不保证类的疾病 为了进一步诊断病因 我做了全身的检查 还是检查不到原因 最后,拿了皮肤去化验 结果,正是我患上了 红斑蓝参症 当时我看着手中医生的报告 我简直不想活了 我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 一直哭 我想了解自己的生命 我基督在结枉的时候 一位教会的姐妹打电话来问候我 她说,你还好吗?你OK吗? 她问候,让我感到很温暖 同时,唤醒了我 我对于四处 我把自己交给你 没有办法掌控我的人身 也没有生命的主权 医生,你要医治还是如何 还有我的医药费等等 我都不想了 由你来做主 如果要我服侍你 我不会反抗 因为我的人身主权在你手中 一次我开始看到 上帝如何一步一步带领我 这个诊断,我开始 我吃药 看医生,还有一年串身体 不舒服的过程 这整个过程很煎熬 但是每一次医到难关 上帝每一次都帮助我 还教导我如何应对 让我在黑暗中 总是看到希望 在绝望的时候 总是有路可走 医生开始给我药物 后一阵就是会让我的胜损伤 掩饰力无法看到的左右两旁和脱发 我很担心 一开始服药和涂皮肤的药膏的时候 我就祷告 奇妙的是 我在祷告的时候 耶稣给了我照顾皮肤的一些步骤 就是用炉灰 来消毒皮肤 一面为自己的皮肤祷告 我在祷告中感受到 上帝对我说 孩子,你要相信你这样做 我会医治你的皮肤 像以前一样润滑 三个月后 我的皮肤不但没有疤痕 色泽也没有改变 当我去复诊给医生检查的时候 他不敢相信 我的皮肤一点疤痕都没有 他说 这是个奇迹 因为红白蓝参症的缘故 我的皮肤对阳光是过敏的 我每次出外都必须做好防晒措施 我开始改变穿着 每天都必须穿长袖衣服和长裤防晒 此外,我的眼睛也对阳光过敏 视线会变得模糊 还会一直流眼泪不止和头痛 在这个马来西亚国家 阳光普照 我每天都过得很痛苦 我就祷告,求耶稣帮助我 感谢耶稣 祂同样在祷告中又给了我方法 就是一个星期吃两到三粒的鸡蛋 让我的眼睛在阳光下 不会流眼泪 也不会头痛 当我继续这样做的时候 在阳光下 我的眼睛果然不再过敏了 头也不再痛了 感谢耶稣的保守和看顾 因为我的血小板指数正常 所以不需要住院治疗 只需要每两个月到医院检查就可以 我每次都可以独立一个人去看医生 因为我相信耶稣陪伴着我 所以我心里有平安 这段病患的日子 我真的感觉到有位很爱我的上帝 看顾着我 祂真的好体贴而了解我 圣经 真言书提到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死骨头骨干 尤其在患病出奇的时候 皮肤甚至脸上都会出现一块块的红斑 让我非常伤心 我告诉上帝 我根本喜乐不起来 更不好意思让人看到我的样子 但是同样在祷告中 上帝鼓励我不能活在自爱自恋中 虽然情况很挑战 还是要站起来和疾病斗争 坚立坚强的心 在那个时候 我甚至主动要求站在台上唱歌 说念自己要常常喜乐 在唱诗歌中 把盼望大声地唱出来 就这样的训练让我不把目光 限制在自己的病情上 而是让自己的日子过得丰盛 在患病时 也不灰心 反而常常带着盼望和笑容 我原本的工作 召喚修理电器的指数人员 由于红斑蓝仓症的缘故 身体已经无法应对这份工作 但是因为自己对这份工作非常有兴趣 非常喜欢 所以没有想过换工 但是在祷告中 上帝提醒我需要换工 但是我就偏偏不去找 结果有一天 有位教会的姐妹 打来说要聘请我当行政人员 负责 帮公司 出货 进货 和开单 我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我连灯脑都不会用 祂怎会请我呢 祂却对我保证 会一直交到我会为止 感谢上帝 祂既然连工作都为我安排 感谢耶稣的医治 保守 看顾 鼓励 提醒 安慰 帮助 和陪伴 更让我在这八年期间的医药费 竟然没有超过一千块 2001年 医生正式宣布 我完全康复了 不再是个红斑蓝肠病患者 我是个健康的人 医生曾经对我说 这种病是不会好的 当医生在我身上 找不到一点红斑蓝肠症的痕迹时 他问我到底怎样好的 我把所有以上的经历都告诉他 医生还鼓励我继续这样的生活方式 从前的我胆小 逃避问题 不敢面对问题和克服 如今的我不但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不再自爱自怜 反而去鼓励人 在患病期间 我还能够照顾中风的妈妈 还可以陪伴他去看医生 鼓励他 安慰他 在患病中 我学习不把焦点放在问题上 而是想办法克服 跟学习看到别人的需要 学习管理情绪 我要感恩有耶稣在我生命中 是我平安 力量和信心 并且在我面对苦难和受考验的时候 他总是不离不弃 陪伴和带领我 走这条看来也是挑战 但其实是丰盛美好的里程 他的恩典每天扣我用 让我从黑暗进入光明 从绝望到绊望 我的人生因为有耶稣而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